好,今天是煮飯 一來就煮麵 今天又是炒麵 有一點點不同 今次的麵是鴛鴦 一隻雞蛋麵 一隻公仔麵 先煮熟 時間差不多 4-5分鐘 煮熟 接著就炒 炒 炒芽菜 還有一條小腸 炒芽菜 炒芽菜 火水 火水 應該會很飽肚 可能會發一隻雞蛋 看看如何 這次我想煮到有個蛋漿的感覺 先倒進去 看看會不會整件事好一點 先做雞蛋 雞蛋 但我覺得 炒芽菜 總是覺得不均 現在就 再做一隻雞蛋 蛋殼 很快 一遍 炒芽菜 在煌汁 热今日は炖芽菜 炒芽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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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你在廚房工作,他們很介意 生和熟就不可以混在一起 生和熟都不會混在一起 其實雞蛋是生的,他們會帶上手套去做 希望炒的時候可以有均勻的感覺 先放在這邊 這邊應該差不多了 這樣就... 我不斷就先撩一撩它 應該可以了,那就飛水了 好了,說時遲打時快 因為一隻鑊都弄好了 通常就要快手快腳 你看我做事都幾快 我都不明白為什麼大公司說我慢 八絲不得奇大 即是說這個世界是... 你快,別人更快 那我就做這隻鑊 現在我煎食都會穿長袖 我自己呢 因為呢... 較早期其實也有一塊油 油漬的傷痕 所以呢,其實這些油 永遠都很危險 其實它彈的時候就很危險 然後... 蛋油開始 要小心 現在... 因為那些... 芽菜呢,還有水 再加一點水 再加進去 如果喜歡下的蔥就一次過加進去 再剪一剪 再加兩塊火腿 雞蛋就最後了 再剪一剪 再剪一剪 剪一剪 希望今次的蛋漿就有點驚喜 炒得比較均勻 先蒸乾水 可以調大一點點 再加熱火 油飛到周圍 再加熱火腿 茶菜我喜歡 我給它炒一下 用來炒麵 我還有一些炒麵 炒麵 其實我不知道那個時間 什麼時候放 不理會 現在放 會香 炒麵 炒麵後還是最後 用來這樣吃 炒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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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差不多可以下鍋了 加入滷汁 加入少許味 今次加入滷汁 放入香菇,放入香菇 放入香菇 炒菜永遠都會很大陣醬 怕它不夠味道 味道就簡單調好了 炒了 芽菜已經佔底了 應該要煮兩道菜 我覺得可以加尾液 有時候老抽會過限 出現過限的感覺 可以看著顏色 夠不夠混淆 可以看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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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後的環節是放蛋漿 看看這次會否更均勻 每次都不覺得有蛋的感覺 當然是蛋去哪邊 看這次的感覺 蛋漿很快熟 放下這次的蛋漿 這麼高溫 不斷煎一煎 蛋也是不見了 兩隻蛋來的 不斷煎一煎 但是要去哪邊 OK OK 好,繞個圈 應該煎一煎,什麼都好看 蛋都熟了 好,完成了 蛋不要結太疼 結住就不太好吃 完成了 好,看樣子 這塊,牛油炒麵 有兩個surf,即是兩餐 可以分兩餐 通常晚上有宵夜 不錯,一個份量也挺重要 看看樣子 點綴一下,用一些配料點綴一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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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試味 這次有老抽 色水會深一點 有兩隻蛋 這次不是不好吃的 好像不夠味道 已經有老抽了 我覺得我的味粉不夠厲害 感覺是可以放多一包 而且應該加一點點味道 不過算了 現在不會加 簡單來說 炒這些麵 落尾是會領舍的 OK 拍下這麼多 多謝收看